世界盃好像因為陳大豐的加入 感覺起來有了很大的不同 對 事實上林華偉總教練 請他回來參加中華隊的時候 就設定他是打第四棒 那當然 當時他的職業生涯 是已經比較走下坡 他自己也很清楚 所以他非常了解 我跟他聊的時候 他非常了解他的角色 也許球棒上面 可能沒有辦法幫助中華隊太大的忙 但是事實上他在整個場外 對凝聚中華隊這一點來講 或者場上 你看那一屆這個2001年世界盃 只要中華隊稍微投手有點 年輕的投手 包括張志佳他們不穩 他就馬上上去喊暫停 我覺得他這一點發揮非常大的作用 那包括張泰山最近他的書裡面 也提到這一段 就是說對凝聚率來講 陳大豐我覺得他這個前輩做得非常好 於是